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3月8日第80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大跌史中的惊和喜 在早前我已经说了2月份,3月份都会是好戏连长的 2月份就跌了2000多点,不过1月份又升了2000多点 所以下来3月份,其实波幅也是有的 例如今天,我们的恒生指数跌了483点 如果跟上星期,同一个星期三就升了833点 所以你见到这个月里,波动性都相当大 当然我们这个3月份还有很长时间慢慢经过 不过如果3月份结束之后,我们整个2023年的第一季也结束了 但是为什么昨天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或者今天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原因就是昨天的美股跌得很厉害 为什么会跌得很厉害呢? 当然就是联邦储备局局长 他就觉得美国的经济或者美国的通胀 控制得不太好 所以要加大力度 加大力度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加息要狠一点 所以换句话来说,在这个3月中再以息的时候 大家都要抱着一个期望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加息可能会是比原先所说的加0.25% 就会提升到可能去到半厘,即是0.5%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如果再这样踏上去,踏上去的话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根的稻草 会令到整个美国的经济崩溃 你也知道如果美国经济崩溃的话 我们香港怎么会有运行的? 虽然你说也不是看着美国而已 但你可不记得美国是世界龙头来的嘛 美国没有运行的话,全世界都没有运行的 包括在香港 我们这一集要说些什么呢? 在美国之前,希望大家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也希望你订阅了它 至于我们今天要说的题材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数据 数据显示到什么给我们看 大家慢慢看下去就会知道的了 我们在上一集第807集的时候 就在问这个煤气可不可以再派红股 我已经是表达过的了 它是有能力可以再派的 不过大前提之下 怎么都要每年赚到65亿元以上 才可以盛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在派的股息都要65亿多 所以如果它连赚钱都赚到65亿多的话 其他后面的派红股那些 就不需要说下去了 今天我们香港股市做得不漂亮 但是这个煤气公司它也有跌 不过跌幅不算多 也是徘徊在低位7.2左右 当然它就来派发成绩表了 这个成绩表出来 我也很想知道究竟行不行 其实今天的标题 原本就想着数据背后的含义 后来觉得这个说法好像太过模糊了 所以索性就改一改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材就是 大跌市中的惊和气 当然有惊有喜 有什么惊喜呢? 转头就可以告诉大家 不过今天在恒生指数里面 有四间公司的跌幅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跌得重要的那些 通常都是没有什么实力的那些才会跌的 包括了碧桂园服务 跌了7.1% 电台已经说过了 这间公司理论上是收管理费 还有很多粒粒的费用它都可以收的 为什么业绩听说都不好? 这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不要紧 我们今天就说一些开心的东西 在大跌市当中也有些惊喜给大家 大家不妨慢慢听下去 有些观众就叫我说 不如说一下美股吧 我就告诉他们 说美股就没有什么混行 因为都是少数人喜欢听美股 不过有些消息 不是美股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我就拿出来和大家说 因为这些数据背后 含义可能很大都不出奇 古神巴菲特 大家都知道他什么了 最近透过他旗下的旗舰店 就是巴菲特 继续增持西方石油 用了3.55亿美元去增持 他现在拥有西方石油的持股量 已经升到22.2%了 根据这个情况来看 听说联邦能源监管局 批准他最多可以持有 是普通股可以去到50% 当然还有很久持有 那为什么 这个股神巴菲特 会这么看得好这间公司呢? 首先呢 我们不如先看看巴菲 巴菲有分开成A股B股 这个是A股 这间公司的A股很厉害 如果一世人可以拥有一股 都已经很不得了了 因为他一股已经值 471499美元 总之昨天呢 是这样跌了1.8% 都跌了8715元 那这间公司呢 好不好呢? 我就不敢说了 反正他就没有色派的 不过呢 那个股价波动 如果这么大的话 似乎都有运行的 如果拿来炒 不过大哥 怎么炒啊? 对不对? 一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股 可以成交 因为说的47万 这么夸张 不过不要理 我们看回西方石油 它现在的股价 是比较粒粒的 股神应该 还没有什么好处 不过我最过瘾的地方就是 喜欢看它 为什么会去收购这间公司 就是为什么会增持这间公司呢? 第一 很可能提供了一个线索 就是未来的日子里面 经济会不好 或者局势不好 因为你想想 如果有仗打的话 石油一定会升到 砰砰的 我相信股神 它一定是在美国的视频 听到有什么消息 是比我们快人一步的 所以它才会不断地增持西方石油 而且是减持了台积电 没理由 台积电明明都好好的 为什么要去减持呢? 一定有些奇怪的事情 第一 我们现在知道 有一件事就是 原本 美国打算派一些高级的官员 或者议长等等的事 去访问台湾 不过台湾 怕起来 就说不要 你不要过来 你过来 拿着了中国的话 那就很大事 不过呢 现在就说 台湾的蔡英文 就会去美国 不过 这样也是同样大事 因为你都知道 你过境就还过境 你去到那里 顺便去探访 甚至演讲的话 也会触动到 中国政府的神经线 这些情况 会在4月初发生 所以现在还没想定 但是 无论是美国的议员 来台湾也好 台湾的蔡英文 去美国也好 始终中国也是不努力的 如果不努力的话 很可能局势会很不够 所以西方石油 可能可以提高一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呢? 记不记得在第8806集的时候 我拍了一条影片 叫做《走得快好世界》 说到三间公司 包括了TVB 和碧桂园 和美团 其中两间 就是碧桂园 和美团 都跌得比较重要 唯独是TVB 就很棒 继续升上去 不过你放心 我不是转态 我始终都是那句 这个TVB 是应该没有运行的 不过他今天的股价就升得很厉害了 一日之内 升了85% 上次在8806集的时候 我们说的TVB的股价 都是在做6.41 但是到今天 已经升到13.4 换句话来说 在短短几日之内 自从他公布了 和大陆的淘宝合作之后 那股价是升了几倍的了 由3.4升到现在13.4 可想而知 那个速度是多么快速的 所以这个炒味非常之浓 符合了内地那种炒股的热潮 好了 这个TVB 他就这样说的 如果练日来不断地飙升的话 其实股价已经创了三年的新高 你看到成交的金眼都相当配合 今天的成交金眼是15亿 你可想而知是多么厉害 自从3月1日 TVB宣布了 他旗下的一间 叫翡翠东方 转播 就是会和淘宝合作 这个意向 就是会出48场的电子贸易直播 预计可以帮TVB帮来千万计的 港元的收益 你想想 他现在的市值有15-6亿 升到现在50亿的话 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直播 可以赚到的钱了 所以说 这间公司如果不是炒过龙的话 我就打死都不信了 不过 在3月7日 TVB就做第一场直播了 做了6个小时 做了6个小时之后 有没有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在了 听说这个直播的销售 今晚就在6个小时之内 突破了2350万 应该是人民币 也有很多观众去看 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无线的那些艺员有价有市呢? 不过他打头炮的就是这个陈豪 他也是市帝级来的 所以第一集找他打头炮 如果他受欢迎的话 所以第一集他可以直销到2350万 我又觉得不奇怪 不过往后的日子又怎么办呢? 还有他是市帝来的 搞到他好像做销售人 我本身来说 我就觉得是降了居的了 不过大家要听清楚一件事 2350万是一个直销金额 即是Sales Revenue 我们要计清楚一条数 首先这一批货 卖出去总值2350万 也有成本的 成本占多少呢? 还有淘宝的分成有多少呢? 你要记住 现在是你拍别人的码头 是你拍到淘宝才可以令到股价上升 就是别人是装 你是肯定 所以如果要分成的话 我相信淘宝也是分大份那份 而这个TPP应该是分小份那份 甚至如果是对分的话 那都已经很不错了 对分了之后 你叫陈豪出来做直销 那艺员要不要给佣金? 要不要给人工? 对不对? 这一件事还要七除八扣 另一方面 我计算了 如果长长都有2000多万的话 做完48场的话 预期收入大概会有11亿元的人民币 不过不要开心 我也是说 七除八扣之后 如果这个TPP有过亿元的收入 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这个过亿元的收入 可不可以cover到 它在香港这个营运上的损失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 就是它现在做了第一场 做了3000多万而已 打后的47场的话 到底受欢迎程度 会不会好像第一集那么好呢? 或者会不会再创新高呢? 如果创新高当然是好 但如果没有预期那么好的话 这一只股纯粹是炒股 所以我也是那一句 如果它有得升 你又可以慢慢出到货 去到今天还能出到货 我真的恭喜你 因为你做得非常适合 因为可以高些价钱 卖出去哪个不想啊? 但问题 这一家公司 可以升得这么快 也可以跌得很快 这个呢 在无论香港也好 在美股市场也好 一定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一会飙升几倍 突然间它的声音 又会倒下来 不信 大家用时间去证明一下 TVB和内地合作呢 这个可能是第一次 但是如果说直播的话 其实不是它第一个做的 第一个做的应该是王维基才对的 这个香港本地的网购平台 龙头大佬就是HKTVMall 它是属于香港科技探索的 属于王维基的嘛 它也说了 它们现在有70条频道 在做直播的 预警迟些就会推荐到 大概有100条频道 希望可以扩大客源 它就这么说的 如果商户想在我们公司里面 做直播的话 可以给1000元登记费 那就可以成为商户了 另外如果是新的商户的话 就要收2000元的登记费 登记之后 你们就要给佣金 那就可以在频道那里 播自己的产品 那就可以自己推销了 当然商户也要负责自行 去派送货品的 即是说 这个王维基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给你去推销你的产品 但是它就不帮你送货 如果帮你送货的话 那就可以零计咯 所以大家都有好处的 这个做法我觉得挺好 起码给一些小商家 或者你啊我啊这些 有些什么的很小眉小眼的产品 你都可以试试在这里做 如果那个费用不是高的话 就试试在这里推荐一下 推荐得好的话 分分钟小生意都变成大生意的 对吧 以前经常都记得 就是说 这间公司 这个香港科技探索 经常都想盯着它的股价 但是呢 又经常都忘记了 估不到它今天 可能是TVB升了小好 它都升了一份 所以它今天都升了27.5% 做着6.8% 不过还是便宜的 当然 不过现在兴下核的话 那就免得去搞它啦 如果等它迟些过了些道气的话 等它跌回到5元左右的话 到时再去想一想 可不可以博一博的话 我觉得还应该的 现在看过世态 我们都知道整体的世界来说 都是online 会将offline的生意眼 或者生意模式打死了 这个没办法了 很多人都喜欢淘宝这一件事 网上购物真的又便宜了很多 所以这个经济 或者这个实体经济 已经在改变了 没办法 可以再回到以前那些好景了 所以大家做实体生意的话 都要小心点 想一想想 怎样可以在online offline 齐齐做生意 这样才可以生存下去的 今天还有一宗喜事 而这宗喜事 就是来自联通 因为联通在去年 刚刚公布业绩 上年就赚多了16.5% 就赚到167亿 那末期息也增加了14% 那你说这家公司做得好 那又怎样呢 当然 第一 就是他今天的股价 在大市跌的之中 他还可以升大约3.5% 那你说是否一件好事呢 还有 这些数据的背后 其实是吻含了很多的力量 包括了快要公布业绩的中国移动 因为中国移动最近的股价走势非常凌厉 不过今天就跌少少了 但是早一两天升势很凌厉 升到上去一年的新高 又再一年的新高 不断地上升 那这些背后的数据可以显示到什么呢? 其实这个内地里面的电讯业务 其实就和内地的内银业务差无几 一间公司的业绩就可以反映到另一间公司的业绩了 那中移动呢 大家记住这个日子了 在3月23日星期四就会公布去年的全年的业绩了 那么很多本地的证券商就估计了 这个2022年中移动呢 全年应该大概会赚1,200多亿至1,280多亿的人民币 那么较上年来说呢 大概是增长4.5%至10.7% 那么如果有双位数字的话呢 那大家应该要开香槟的了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单位数的高数字 就是大概8%、9% 相信都可能做得到的 那么中位数呢 就是说它大概就会赚到1,273亿的人民币 那么会按年就升了9.7% 那我们尽管看看 这个中国移动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水平 如果做得到的话 那它在派息方面又会英俊很多了 到时再把股价推上去的话 那就会令到大市都会英俊很多了 今天还有一段新闻 不过这段新闻就不是带来惊喜 我觉得是惊吓程度是会多些的 那看看这一张图它说什么 那这张图就是说 广州原来想在这个赛马事业那里 是一个国际的消费活动 那它以前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将广州的东西卖出去 那现在不是这么想了 现在的策略就是说 买卖都要在广州那里做 希望吸引多些人来广州 那这一次的规则特别提到 是要争取试点 举办这个叫做速度赛马赛事 跑马一向都有速度的 那为什么要加速度下去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 不过呢 这个做法就是希望绑住香港 因为他们没做过嘛 那你知道我们香港的赛马事业 真是世界顶级的了 大哥的头着眼是吓死你的 所以它绑住香港应该是有数位的 要记住我们香港的赛马会 在内地有一个马场 叫做重化这个地点 那就是有一个马场 那它就希望透过重化这个马场 可以去举办一些 跟赛马有关的产业链 带动这个叫做高端的赛马活动 那的确是的 因为你知道 日德马场的马主 每个都非富质贵的嘛 如果它做到这个情景出来的话 其实是相当之好的 也都可以带动一些叫做什么赛马旅游啊 或者周边的相关活动啊 那广州呢 想着想着这一件事了 不过呢 想起上来的话 最后会不会是益到香港呢 我就打个疑问 你都知道了 最近马会才被财爷打劫 那财爷在这张照片里都可以看到了 他说呢 你折留也好 你用储备也好 总之你跟我交笔钱出来 你自己想好它要怎么办 那如果广州说要跟赛马会合作的话 那你都要跟他合作的啊 那可能短暂就有利益 但是长远呢 我就真的怕了 我们香港的赛马事业 最终不知道会搞成什么 甚至会不会搞到一塌糊涂 甚至是被人抢了生意 那到时怎么办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知的 数据背后呢 有很多含义的 好 今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给面花时间看我这条片 多谢各位